最直接的选项可以直接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直接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是吧 我们经常看到 一天是写的句子 在逻辑关系上直接对应 令人模糊所然的直接对应 是吧 这个可以到什么时候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中国 我们大家过年时候看春节粮环吗 春节粮环这个游戏越扒越恶心 是吧 这个 比如说四个小时不停的歌功颂德 是吧 胃口再好的人也很少不下线 那么这个在北方 大部分人还保持了 看春节粮环的恶习 说 越往南边去看的人越少 尤其到了广东去 我在广州去东方带过课 广州人过春节习惯比较好 说 大年生生出去逛逛 是吧 我回来撒了巴基 跟东北老家的朋友说 哎 你说咱们这为什么 过年习惯这么不好 是吧 整天躲在窝里打麻烦 为什么不去出去逛逛 好 他们说 这个你是不是脑子不好 说 广州什么温度 我们这什么温度 所以我们咱们老家 这个冬天 大年生生的时候 零下二三十度 是吧 出去逛花市 是吧 去了都是看这个树枝 是吧 没有叶子 没有花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这个 但我有苦度的时候 是吧 我们在北方看这个春节粮环 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是吧 但我每年都坚持 看 允热的心 每年都坚持 看 并不是想磨练人生 一直有没有 自己的倾向 只要是为了尽孝心 是吧 难得回一趟家 春节就是天休息了 正好是寒假班最忙的时候 就是天休息 回去一天 回来一天 在家里只能待两天 然后这个陪父母过一下春节 难得回去一趟 你跟他们在一块 他们认为那个节目很精彩 八点钟 拿着要空气走 中到了 说只女的除了陪着看还能干嘛 你就不能大年三十二八点钟 你说你们看吧 然后我就睡觉了 还不像话 其实我一定可以躲在屋里什么 做几个尖一些些脑子是吧 也比这个看直接连环处理 但是为了接消息 每年都十八点钟一天躲在屋里 是吧 回家的冷汗 吃一点防抹兔的药 维生素B6 孕妇吃的 是吧 抹兔的走 然后拿着一个 这个大拖针掐着自己的大腿 是吧 悲壮的就走出去了 然后到客厅里 陪他们看四个小时出去 然后忙是吧 非常孝顺 基本上厕所都不去 是吧 就四个小时移动开进来 越开越恶心 节目是越来越恶心 主持人是不变得恶心 是吧 然后大家都说什么中国 为什么主持人都那么差 主持人那么差 然后表现那么差 样样都那么差 其实中国缺不缺人才啊 从来都不缺 是吧 13亿人口的国家 从这里把大个儿都能帮出很多人才来 是体制的问题 是吧 体制的问题 像中央电视台这种地方 招人第一标准是政治要求 不是自己的能力 是吧 只要政治合格的能力再差 也能障碍 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像赵宗强 泥萍这种中国人 电视屏幕上两个噩梦来听 能够十多年坚持不懈的一直出来 是吧 尽管全国都在骂 但是他人出来说 非常德高望重的两个噩梦 是吧 去年赵宗强终于出事了 是吧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道德上律己盛严的人 我经常提醒自己 别人出事了 我高兴 这是不罪的 别人高兴 我感到高兴 这是不罪的 但确实很高兴 男人在开玩笑的时候 实际上赵宗强出了事 我们高兴 对不对 对 这是对的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人出了事 是谈不上对错的事 比如说赵宗强到海边晒太阳 他光着屁股晒太阳 被狗仔队偷拍到了赵宗强 给灯出来了 这时候说赵宗强出事了 但赵宗强是不是倒霉啊 我举的例子 你仔细听好 看你狗仔队偷拍了 如果他光屁股晒太阳 被人偷拍了 然后给灯出来了 赵宗强出事了 倒霉了 这时候赵宗强 有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没有 他是记者不对 不是赵宗强不对 这时候我们看到 周杨强出事了 感到高兴 这说明我人品有问题 听懂了吧 但现在的情况 赵宗强出的事 证实了 他是一个衣冠禽兽为君子 这时候我们感到高兴 对不对 一个衣冠禽兽的真实嘴脸 被揭发出来了 我们高兴 对不对 太对了 这是很正义的高兴 所以我感到高兴 并且理直气壮 听懂了吗 我绝对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什么开人家光辉 我被偷拍了 高兴 绝对不是这种水平 是吧 水灶中强出事了 我很高兴 并且理直气壮 大义的人的高兴 但是泥萍还没出事 我现在想到是 我不祈祷泥萍 我指望泥萍出事 因为泥萍人品怎么样 我现在不清楚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 我不贸然指望他出事 我只是指望他再也别出来了 结果今年 果然两个人都没出来 是吧 然后当时高兴的就不行了 是吧 当时不高兴好了 尽管整个节目 比往年还惹气 好了 这两个噩梦毕竟消失了 由于你凭多年以来的愚蠢表现 我对自己还要发现独事 我对自己还要发现独事 我想以后这个纯女人 无论说什么 我都不会感到惊讶 是吧 做了这么好的 坚强的精神准备之后 前年应该是前年了 是吧 前年的时候 他一出来 还是冲破了我的心里防线 八点钟一到 跟往年一样 出来一把傻子 满脸假 欢天喜地的表情 说 他在那又蹦又跳 一阵闹哄哄的愚蠢歌舞 过去以后 倪平出现了 是吧 拿着麦克 冲上满面的假春风 跟往年一样 在那说 一开场白地句话 说 观众朋友们 今年的联欢会 出出了联欢两个字 注意这个剧情 是吧 看一下非凡是吧 今年的联欢会 出出了 空格两个字 如果是一边是出题的话呢 简单的题目在这直接句话 难一点的 在这一个逗话 然后后边又什么 说了一道 空格 然后什么 然后句话 然后句话 我们现在想说的是 无论这样单一空格 还是有两个空格的题目 你做题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如果看到今年的联欢 我出出了空格两个字 这种题的时候 我们去开学校 A学校 说吉祥 没问你对错 我问你可不可以选 可以 可以 B呢 和平 可不可以 可以 是吧 C呢 说什么联欢 当然可以说 D选项 说什么非典 或者E选项 什么 伊拉克战争 你像这种五个选项 放在这的时候 我们可以轻松排除 都是D和E错了 所以一个联欢会 突出来极强和平联欢 都可以是吧 你看A可以 B可以 C它旗子可以 它可以的 令人发指 是不是 联欢会 突出了联欢两个字 在逻辑上是如此的完美 和无懈可击 是一个没错一样 如果你看到这种选项的时候 尽管这道题有第二空格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 你第二空格不用看了 第一空格 A B C候选本来应该看第二空格 是正常思路 但大家以后看到这种题 直接选10 因为B的第二空格 看都不用看 这题目都不一定出错 在99%的情况下 直接选10 就不会出错的 这不是草率的做法 除非你做的是仿真题 就是模仿一天是出的题 如果是一天是自己出的全真题 第一空格 A B C三分候选 但C 对到了如此 令人毛骨所然的程度的话 A B不用看第二空格 直接选10 比如说 如果我们是出题者 有没有可能在第二空格 把C设程是错的 A B中的一个设程是对的 可不可以 如果你是出题的人 可不可以这样 当然可以 并且提没有毛病 但是一天是从来舍不得 把这样的选项放弃 只要在第一空格 有这样的选项 第二空格永远是把它 设为对的 其他两个是为错的 所以大家以后做题 就是看到一个空格的 不然直接选10 所以如果看到两个空格 第二空格不看 直接选10 也几乎不会出错的 记住这个思路 将来上了考场 很多时候能有效地提高正确率 和节省时间 将来做题的时候 一看 A可以 B可以 C一看 嗯 你平 对了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 是吧 如果哪个选项 你想到你平 肯定是对的 我看完这个也会很惊讶 我觉得像你平这样的人 跟一天是出题的思路 是高度维合的 是吧 如果他考不过GRE 只有一个原因 也就是考不过GRE的 80%的中国学生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 只会不过关 是吧 是吧 绝对不需要多少头脑的 是吧 GRE的学习 就是只会不过 作为标准化考试 越考越僵硬 越考越模式化 然后历史上 还忍会一些关事 为了避免出问题 他怎么样 找逻辑上完美的 这种设置 那就是 什么样的话 在逻辑上是最完美 无限感觉的 这种对话 就到了最后一天 是恨不得写 明天要么下雨 要么不下雨 这种话 可能试着 找一些地球的选项 看看是吧 不要当效果前 你会无数次的 发现这个东西 有一些 去列有数的中国学生 最后做了一些 很多美国学生 认为是难题的 大概轻松的做了 并且做对了 美国学生 还有歪叫 就很惊讶 说这么难的题 你怎么能做对呢 是吧 那就是他不知道 我们 克尼之胜的一个法宝 我们有泥铁 我们有泥铁 我们怕谁